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农历新年大家都会返乡过年,不少人会遇到爱开无聊玩笑的亲戚,这时候该怎么回应,是个值得思考的好问题,有女网友被自以为幽默的舅舅窥在酒店上班,她霸气的回应,让网友们全都拍手叫好。 女网友在DCARD发文透露,当天吃饭时只有她是晚辈,不免被亲戚长辈们关心现在的工作状况,她表示会去餐厅住唱或接case表演,没想到舅舅突然用怪怪的语调和笑容说,啊那你有没有在酒店工作啊?周围的亲戚也跟着一起笑。 女网友听完很无言,等长辈们都笑完后,她冷笑一声并回呛,是啊,我有在酒店工作,而且刚好跟你的两个女儿在同一间酒店,只是我是卖艺的,他们是卖身的,当下所有人全都不讲话,气氛像是凝结一样,舅舅的表情更是垮掉,这时女网友又在补枪,刚刚不是笑得很开心吗? 怎么不笑了?亏你自己有两个女儿还讲出这种没水准的话,我都为你感到丢脸。 讲完话后,女网友投也不回的霸气离席,现场一片尴尬,后来女网友的妈妈斥责了舅舅,气氛也逐渐恢复,亲戚们还是开心的饱餐一顿,之后妈妈也到房间向她道歉。 网友看完后直呼,太霸气了,一怪看完觉得很爽快,这种亲戚好讨厌。 要是我的话,不敢回嘴,做得好啊,大推。